花蓮县政府公布青年安心成家专案 只要是年满20到45岁 涉及在花蓮满10年的民众都可以购买 为了帮助买不起房屋的年轻人也可以买得起房屋 花蓮县政府特别推出了一户只要250万的青年安心成家专案 第一期计划就在新城乡大汉技术学院对面的空地上 附近有学校医院还有机场和火车站 生活经能相当符合一般家庭 只要年满20岁到45岁在花蓮居住满10年 目前户籍在花蓮 同时过去并没有自己的房产 我们在这里愿意让所有的这些年轻人 能够踊跃的来报名参加 这项政策在花蓮相当受到瞩目 不只想要买房子的青年特别感到兴趣 就连新城乡北谷村附近的商家也都相当支持 因为现在买房的压力真的是很大 然后薪资又很少的状况下 它的确对年轻是一个机会 当然对我们生意就有帮助了 有人炒就有钱炒 但为了避免不当投资转卖炒作 政府也规定存购者家族成员名下 必须三年内无房产或是转移记录 且存款总额不得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 同户籍限购一户 且十年内将不得转卖或是出租 不得出租要确实是属于自己自用自住 我们让真正有需要的年轻人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壳 而这第一期的青年住宅总共有600户 一户大约20平 头期款只要两成 从今天20号开始开放民众 上县府官网登记 符合资格者10月4号再筹签 来决定谁可以购买 解决公家看 欢迎报道